两天前美国司法部终于出手了 针对一马公司债务丑闻 正式对大马年轻富豪刘特佐 高盛前东南亚地区主管莱斯娜 以及高盛集团前银行家黄宗华 提出了刑事起诉 那扣告他们洗黑钱 还有在海外进行贪污贿赂行为 以及串谋躲避银行的这个监管机制 那这三个人当中 高盛前东南亚地区主管莱斯娜呢 他已经认了罪啊 承认自己真的有洗黑钱 也有贿赂我国跟阿布扎比的高官 那这个起诉 还有跟这个人的认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啊 之前国阵政府还有前首相纳吉 他们口口声声说 OneMDB一切合法 没有涉及任何贪污或洗黑钱的活动 这样的一种说辞呢 已经开始站不住脚了 因为其中一个共犯同谋已经招任了 那至于另外被控的 这个高盛集团前银行家黄宗华 昨天呢 也已经在五国被逮捕 而另外一位 从头到尾搞神秘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的年轻富豪刘特佐呢 则依然是下落不明的 用首相马哈迪的形容 他现在就像个老鼠一样在躲着呢 那首相马哈迪说啊 现在不止美国 我国也想要找到他 因为我们也有几项控撞等着他呢 而美国司法部这次的提控呢 也证明了之前 他们一直咬着不放的OneMDB丑闻啊 是确有歧视的 并不是如国阵领袖们所说的 是一个谎言 那其实啊 在美国司法部提出起诉之后呢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 在一篇文告里头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 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道问题哦 那就是在美国司法部 决定起诉这三个人之后 纳吉他还能够把头继续埋在沙堆里 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他还能够洋洋洒洒的对着全世界说 其实从头到尾啊 压根就没有所谓的OneMDB丑闻吗 那他不再是传闻而已哦 现在是真的有人被控了 也有人认罪了哦 那林吉祥后来呢 也要大家想想 如果第十四届大选 国阵还是赢了政权 而那吉他还是首相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段 2016年的画面 让大家恢复一下记忆 记得这番话吗 那所以林吉祥就说了 如果那吉他还是首相的话 一定会像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一样 打死都不会认自己射击其中的 他也会拼死的强调这份报告是造假的 或者是敌对阵营用来污蔑他的一种手段 那吉说所有在报告中被提到的名字都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是刚才他那一番话说的 但他似乎忘了在报告里头 三十几次提到的MO1 大马一号官员 其实就是指向他的 那这一点是前国阵策略宣传主人 阿都拉曼达兰 他在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直接点出来的 纵使阿都拉曼达兰当时又是公开的表明说 这个一号官员就是指纳吉 但509之前没人拿他有办法 总检察司阿班迪也多次的强调 调查结束了 没有人犯法 纳吉无罪 好了 那现在美国司法部采取实际行动了 真的把人告上法庭了 那如果纳吉继续当首相 这个阿班迪还是总检察司的话 他们会怎么回应这个诉讼呢 不管怎样 像我们之前说的 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纳吉 他能够控制的范围了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纳吉是无可避免的 只有等待在面对案件审讯的过程中 被捅出的更尴尬的局面了 我们只能说啊 好戏应该在后头啊 先看一下 他让我们下来说 这种远了 我们下来说 我们下来说 那麽 不赞 这种远离 那公司 我们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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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πολ人 我们下来说